有人问 为什么要等待 为什么一个人要像这样等待 为什么不能不等很长时间呢 萨古鲁回答 我没有说等很长时间 我是说等待作为一种品质 不是作为时间 我只是在说 等待作为你内在的某种品质 不是关于你等了多久 你坐立不安 你坐立不安 然后你等上一千年也没用 你坐立不安 然后你等上一万年 那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那只意味着你在浪费你的时间 等待作为一种品质 意味着 你就只是等着 只有当你不把自己当回事时 你才能等待某个人或某件事物 如果你什么都不是 你可以等待任何事物 如果你太怕自己当回事 你就无法等待任何事物或任何人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富裕 他们就越无法等待 你发现了吗 那些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你让一个村民来这里 你告诉他 等着 他会一整天 就坐在那儿 但你让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等 一分钟内 他能看五次手表 因为他无法等待 因为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个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可以就只是等着 如果你明白 你在这个存在中的比例 你就会知道 除了等待 别无他法 现在 当我说到比例 跟宇宙比起来 你是一例尘埃 不是吗 你最好等待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等待 你将一无所知 因为与存在相比 你的比例实在太小 你什么都做不了 有什么是你能做吗 如果你跳来跳去 你能得到什么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能得高血压 但除此之外 你将一无所获 所以 我不是让你们去等待 只是 除此之外 没什么需要做的 你们应该等待 这不是我的主意 如果你们可以去实现它 我会说 去争取吧 你无法实现它 所以 最好等待 如果你很富有 很能干 你会去商店 拿到你想要的 如果你是穷人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去 口粮店门口 等着 他们会说 他们会在 十点开门 但他们总是 到十二点半 才开门 但你 还是拿这个袋子 等着 因为 如果你不等 有几百个人 站在你后面 你会排到 末尾 你将 不得不 等上 一整天 所以 你会等 为什么 因为 除此之外 你 无能为力 现在 来看看 你在存在中的位置 除了等待 你有能力 做其他任何事吗 你有能力吗 我在问 关于存在 除了等待 你有能力 做其他任何事吗 那就是 你能做的 全部 至少 喜悦地做 就 等着 所以 等待 不是关于时间 等待 是一种品质 它是一种 存在方式 只有 当你明白 自己 在 存在中的比例时 那 才有可能 如果你脑袋里 有些滑稽的想法 你就 无法等待 如果你 对 你自己 是谁 有着 夸张的感觉 你就 无法等待 如果你 你认为 你是个国王 你就 无法等待 等 你看清 自己 在存在中的现实 只有那时 你 才能等待 等待 会发生 因为 如其所事地 认识到了 现实 你 无法等待 是因为 你的头脑中 充满了 不切实际的幻想 认知自然 会 通向 等待 你 对 你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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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